好 總統賴清德跟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今天是來到了金山萬里區的 金山老街還有大鵬國小這邊 來視察整體水災的這個狀況 不過賴清德總統在昨天的國慶晚上 他就特別提到了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人的祖國 反而是中華民國才有可能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 但是這樣的祖國論 也被批評說怎麼會在國慶晚上 提到這麼敏感的話題 那麼中廣前董事長趙紹康 其實也提到他認為說 在這樣的場合講這樣的話 是非常的不得體 莫名其妙的 而關於賴清德祖國論的最新書法 馬上來看現場的最新畫面 總統趙紹康說國慶晚宴 喊祖國論是莫名其妙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都是大家面對國家 至於一個想法 大家團結在一起 我們要升國旗 唱國歌 凌濟所有革命的力量 大家齊心齊力往前走 台灣是一個法康 是我們大家的 我們大家的共同 愛中華民國 愛台灣 好 可以聽到當我們提問賴清德 這段祖國論的說法的時候 賴清德是看了一下媒體 不過並沒有多做說明 不過陪同他的新北市長侯友宜則說了 他認為只要是愛台灣愛中華民國的人 當然都是好要大家一起齊心協力的 來愛中華民國 愛這個國家 不過侯友宜也特別提到了 這也包含了唱國歌等等 要來凝聚向心力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這次的國慶晚上 賴清德是沒有來唱國歌的 那在這部分 其實總統府也回應到 因為整個行程的安排 所以才沒有讓總統來唱國歌